63岁影帝周润发出道46年演过无数戏剧 近期他都在拍摄电影 娇阳岁月 不料却经传见血意外 周润发日前在片场因为被误伤左额侧 瞬间血流满面紧急送医 最后缝了五针 今天7日发嫂表示他真的快吓死 因为发哥流好多血 但当时我和他都要装冷静 不想大家太担心综合媒体报道 发哥日前在拍娇阳岁月时发生意外 当时正在拍摄发哥被演员黄德斌追债的剧情时被误伤 不过意外发生时 发哥完全没出声 直到拍完后他才用手扶着头顶字形走到场外坐下来 这时工作人员才发现原来发哥左侧额头有二大条血柱慢慢渗出来 立刻上前替他处理伤口 发哥还要大家冷静 不要担心 事发当时发嫂正在片场外准备午餐收到消息后他立刻返回现场 询问怎么会搞成这样 发哥立马安慰太太表示伤势不严重 后来在导演潘耀明监制黄斌等人力劝之下发哥先到医院治疗 出发前他甚至对导演说你先拍这边我逢两针再回来继续 由于医生考虑发哥的伤口有足足一寸多 担心他受到细菌感染 建议需缝针 但发哥听到要缝针后表示我还要回现场继续拍摄 还得联系 不要剃头发行吗 最终医生只剪了伤口附近小范围的头发 缝了五针 而发哥在医院停留两小时随机又赶回片场拍摄 敬业之心令人敬佩